荣誉属于宋七的荣誉 也属于猫的荣誉 当宋七以身引诱猪雀上当 猪雀死于爆燃之上的爆燃时 也变相吹响了众人登上列车的 最大号角 这一次计划无论如何都要成功 这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一定要画上句号 哟 各位领导 您决定好要现在走了吗 刚才的爆炸声 像是某种突如其来的讯号 我觉得是时候了 那好 贵宾三位 无见地狱 里面请 哎 金元勋呢 坏了 这小子跃迁跑进去了 这是回想能够做到的程度吗 猪雀 死了吗 如果猪雀死了 那身后的原住民 是不是应该 这个情况 原住民在恢复意识 是的 中烟之地 有几次原住民恢复理智的先例 如果我没记错 应该一次都没有 是的 没有 只要青龙还活着 朱雀还活着 被夺心魄拿走的理智 就不可能还给他的主人 毕竟这是这里的上层 为了稳固统治方式的一种手段 更是他们玩弄人类的一种手段 等一下 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了 现在要考虑的事实 这些原住民要以什么态度对待我 是的 为了能够控制这些原住民 我可是对他们用尽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这里是 我好像 身体好奇怪 感觉也有点诡异 这种感觉像是失忆了 但又和失忆不太一样 我好像变成了一个智力未开花的孩子 一直都在跟着一个大人行动 是的 一个大人 他们明明都在逐渐恢复理智 可为什么他们一言不乏呢 等一下 既然他们恢复了理智 那么就可以控制 是的 我不了解原住民 但我了解人心 是的 他们现在最恐惧的是我 我是他们所有人的噩梦 就算是他们的理智回来了 可是我植入他们心底的恐惧依然在 这个恐惧会让他们无法反抗忤逆我 这种统治手段 很像青龙和天龙的手段 是的 现在眼前这群人的心中 既有对青龙和天龙的恐惧 也有对我的恐惧 如今现在看来 就要看看谁带给他们的恐惧 更深了 看什么 好 太好了 这些人没有想过一起冲上来把我撕碎 这就像战争时期 两个拿着枪的士兵 却可以压界上百名俘虏一般荒命 我似乎掌握了一支中烟之地 最有力量的部队 而这支部队是由怨念和恐惧催生 现在他们在等待我发好实力 现在只要我加入哪一方 哪一方就会压他胜利的天平 旗下 你居然敢把这么数量庞大的军队交给我吗 你到底是对我太有信心了 还是对自己太有信心了 是的 这时我太像一个王了 我现在做的就只需要 蛊惑人心 我想办法替你们恢复了理智 你们就在这里装死吗 都把头抬起来 这么害怕我们 是时候试探试探我和青龙 在你们心中的分量 我想推到青龙和天龙 你不想要回去见你的儿子了吗 叫声声 是吧 什么 你 本来还有一天就举办婚礼了 结果却永远地卡在了中烟之地 多么可笑 你你 我和那两条自私的龙完全不一样 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的人生 也知道你们心中所有的喜怒哀乐 我比那两条龙更像是神 所以 有谁想给我反抗他们 现在这个情况看来 青龙和天龙 在他们心中植入的恐惧 还是太深了 我现在仅凭之言片语 是无法让他们舍弃生命反抗双龙 我必须要进行情感转移 将他们对双龙的恐惧 全部化为仇恨 再把他们对我的仇恨 转变成感激 这样一来 人心才会变得可供 你们应该逼我清楚 是谁把你们害成 如今这副样子的 你们到底是因为谁定下的规则 才沦落到现在的地步 那些夺走你们理智的人是谁 你们甘愿任人再哥吗 你告诉我 那个人是谁 是 是青龙 很好 恐惧正在转移 人心已经开始动荡了 是啊 亏你们还记得青龙 你们难道不记得吗 这些年来 为了让你们能够正常行动 能够看起来勉强像是一个人类 我做了多少努力 就算你们已经被全世界都抛弃了 只有我依然不离不弃 带着你们一起行动啊 我为了什么 我为的就是 有朝一日能够给你们恢复理智 随后打倒那两个 自称为神的人 成案 仇恨正在转移 人心已经稳了 现在只差最后一招 那就是通过骗术来让所有人认为 除了我之外 其他人都已经认可了的 造反的想法 我不逼你们 本来我也是想恢复你们的理智之后 就放你们自由的 只是我自己决定要反抗瓦了 这样吧 我们民主一点 反对的人举手 我不为难你们 是的 这是一场骗术 也是一场豪赌 只要不出现第一个人举手 就不会出现第二个 可这些人中 大部分人都深深对我产生恐惧 现在情况不明晰 他们又刚刚恢复理智 就算这其中有聪明人 他也不敢冒险当这个出头鸟 只要没有出头鸟 所有人心中都会冒出一个想法 那就是除了我之外都同意了 所以我也不能出头 果然 他们的心中全部动荡着 他们已经被局势裹挟着 不得不前进 哦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们 也不枉我这么多年来 一直想尽办法唤醒你 可可我们要怎么做 实不相瞒 反抗早就已经开始了 还记得你们从何处而来吗 从 从面试房间 没错 那闪门 你们看见了吧 那些所有的裁判 天黑都已经回到面试房间了 而我早就已经派出先头部队 打入了面试房间 现在我们只要进去遭到生事 让他们知道 我们的人数远远大于他们极合 行动起来吧 若是你们现在逃脱了 有朝一日又会被夺走理智 那样你们就甘心了吗 现在才是你们最好的反抗机会 看到这场爆炸了吗 反抗已经全面开始了 现在他们根本不知道你们恢复了理智 既不合适 实不再来 我们只有现在才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走 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 成了 火窗效应触发 就会有人紧随其后 真是诡异的情况 这么多人竟然开始有序地登上列车了 是的 这只刚醒来 怀着复杂情绪的队伍 会成为推到双龙的动力之一 哦 还是有聪明人吗 是的 这群观望的人并不是胆小 而是太聪明了 这就是狗中最聪明的边境牧羊犬 很少成为警犬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太过聪明了 所以很怕死很胆小 而他们也从不在乎别人说自己胆小 因为他们知道 命 最重要 真是傻呀 这和胆小有什么关系 真是太傻了 哪会有人会在这个时候进入列车呢 为了别人的几句话 奉献上了自己来之不易的人生 傻子们 我肯定要看着你们所有人进入之后 才离开 那时候谁又知道 我竟没进入呢 就这么吻一半 都会没护肥 就这么再与其自然的 感觉 blue м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